佛号顺利取出 刘东明 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,是我亲身体验的,发生于今年6月5日下午约5点钟的时候。 当时我正与三位朋友在庭院闲谈,突然堂妹,名叫秀珠,我四叔的长女,11岁,跑过来喊叫着,大哥! 大哥!我哥哥,指我四叔的长子林建成,13岁,请您过去一下。 当我发现他神情有意,赶忙随他一直走到渔塘岸边时,只见9岁的堂弟建村,建成二弟,正坐在地上,右手捏着左手食指,流着眼泪嚎啕大哭。 建成蹲在他面前,手上拿着一把裁缝剪刀,面带愁容地望着我,地上还有一只指甲刀和两根交错着的钓鱼竿。 我急忙蹲伸下去牵起建村的小手,原来他左手食指第一截上正勾住一只水线已被剪断的鱼钩,到钩尺已伸入肉里,当我用手指轻轻触到时,他就痛声哭叫起来。 看着深末入指头内的吊钩,不禁是我于束手无策中,扶其到医院开刀的解救办法,可是从家中到镇上医院最少有三公里以上的距离,寒设住彰化扶星海边,距路港镇上颇有一段距离,机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又都已被家人骑出工作,送患者岂可安部当车呢? 因此艺术的希望顺及消逝,也在请客间使我再度陷入束手无策的焦虑中。 忽然灵感一来,我即开始念动,难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英菩萨,佛号,约念了十余句以后,竟于恍惚间,将吊钩取出,吊钩长约半寸,为中号鱼钩,当我捏着取下的吊钩放到建村跟前时, 突然使我惊讶一下,他的脸色安静得很,而且不哭了,问他痛不痛。 只含泪摇手答,不。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到刚刚全是念动,观世英菩萨佛号,的灵验神迹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订阅 digital禁正在这一段时间的时间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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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